人行道上停满了一台一台的机车 这是在三峡复兴路与带永路交叉口附近 由于紧邻台北大学 而且附近又有人气餐厅及卖场 所以是许多学生及民众停放机车的第一选择 但却有议员接获民众投诉 12月3号停放的机车都被拖掉 民众荷包失血 希望交通局能够划设机车停车位 很多乡亲在反应 12月2号礼拜三那一天 没有事先的宣导 然后就整排的机车都拖掉走了 他们是说希望人行道这么宽的幅度的话 看看能不能就请交通局他们来规划 不妨害行人的安全之下 好好的把停车格划一划 不然的话车子这么多 没有停车格确实是大家都很难受 林明仁议员服务处 最近接到许多民众陈勤 便立即要求交通局前来现场会刊 评估化设停车格的可能性 林明仁议员这里接到民众的陈勤 还有就是里长这边向我们提出要求说 这个路段呢 交通非常的繁忙而且有很多车辆在进出 那民众在这里有停车的需求 可是却没有划设足够的机车位 那我们就协调交通局今天做现场的会刊 希望说在不影响就是人行道行人的安全上 那规划就是足够的规划机车位来提供民众停放 也免于说这个地方在没有管理的情况下 民众任意停车反而是对整个市容 还有整个交通上的一个问题 三峡复兴路的车流量大 一旁就是台北大学 因为校园内不能停放机车 所以学生只好停放在复兴路两旁的人行道上 再加上附近又有人气餐厅 民众用餐也有停车的需求 因此在不危害行人安全及整体美观的情形下 交通局将从善如流规划机车停车阁 解决民众停车的需求 数位天空新闻三峡报导